第八賽季 Yo 我是羽毛 今天又來短短的鬥陣啦 再過一陣子呢 我們第八賽季就要結束了喔 平均的第八賽季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現在應該沒人在玩新雄了吧 我覺得藍路出現的頻率都比墨加來的高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第九賽季要來啦 大家還記得 第九賽季要改什麼嗎 沒錯 就是我們的排位模式喔 排位模式會在第九賽季重新刷新 也就是大家洗白 重新爬分 並且會回到每一場就會變動你分數的模式喔 就是之前鬥陣一的時候那樣啦 但你一開始打的時候 還是需要打十場來把你分到你的位置 然後還有在重視上面有多加一個排位 以及可以混搭配對 像是可以同排跟大師一起打排位這樣 那更多詳細的經濟模式更新呢 可以看之前右上角的影片喔 我們今天呢 主要是要來講 第九賽季的英雄更新 在前幾天前呢 又不小心的洩漏下個賽季的英雄更新了 我看了看 哎呀 完蛋了 玩家們是不是又發瘋了呢 下個賽季呢 可能又是世紀大變動啦 至於是哪個大變呢 就交給你們判斷啦 目前不確定這個是不是正式更新喔 可惜內容非常詳細 但也有可能會在賽季上的時候呢 內容有所改動 還記得我們上一部影片有說過 欸 官方想要讓傷害不要一瞬間太大嗎 也就是突然暴斃喔 那就讓我們看看官方在這一賽季怎麼改吧 首先 所有 所有英雄的血量 包含白血 藍盾 黃甲 都上升15%到20% 沒錯 每隻英雄的血量提升喔 簡單來說呢 150血的會變成175血 200血的變成250 250的變成300 至於坦克呢 比較複雜一點喔 等等會再一一的跟大家說 直接暴力的把大家的血量拉高喔 這樣呢 就不會突然死掉了吧 這也印證了之前官方想要讓坦克跟輸出有回血被動嘛 並不是想要讓單人行動更方便 而是因為大家的血量提高了 四個角色就會變得更難玩 所以才做這樣的調整喔 第九賽季呢 所有英雄都有了回血被動 在沒受到傷害5秒後 會每秒回20點的血量 除了血量之外呢 還改動了所有投射物的大小 也就是子彈的大小喔 官方呢 把所有的子彈都調大了 欸 雖然把大家的血量拉高 但是呢 大家也能更好打中敵人了喔 不過 這不代表你會更好的輸出 簡單來說 半仗的劍呢 變得更能命中敵人了 但是大將的血量都提升了 像是基本的200血英雄呢 都變成了250 這也代表你一發爆頭240的劍呢 沒辦法直接隨緣帶走 更需要隊友的集火喔 OK 那我們先來講大小的改動 首先 直接攻擊命中 並且高射速的英雄呢 像是76 跟壁壘這種射手英雄呢 子彈大小提高了0.05 如果對大小沒什麼概念的話 0.05的大小就是伊拉底的左鍵大小喔 0.1的話是 安娜的左鍵 呃 半仗的劍 歐瑞莎的左鍵 那接下來是 攻擊直接命中 但是 射速普通的英雄 像是卡西迪 欸 子彈大小呢 提高0.08 再來是 子彈有飛行時間的投射物 是 限彈槍或是高射速的投射物英雄 像是藍路珠啊 以及拉媽塔 子彈大小呢 增加0.05 飛行速度呢 慢於每秒50公尺的 像是法拉的火箭 子彈大小呢 增加0.15 飛行速度呢 在每秒50公尺以上的呢 像是 半仗的劍 子彈大小 增加0.1 基本上呢 會從 呃 英雄身上噴出去的東西 全部都改大了啦 但是呢 呃 以下這幾個東西是沒有改的 或是等之後官方會再額外做改動喔 總之呢 目前來說 是跟現在一樣的 安娜的睡眠鏢 碧姬的牽錘 萊因哈特的烈焰級 藍路珠的鉤子 席根馬的石頭 跟亥影的病毒 這次技能呢 目前不會有大小的改動喔 OK 以上就是針對子彈的碰撞箱大小改動啦 接下來是每個英雄的血量改動 以及更新喔 還有 大改 沒錯 又有英雄大改啦 首先呢 全部英雄有了剛剛講到的自動回血被動喔 在每受了傷害後的5秒後呢 會每秒回復20點血 並且每隻英雄的大小能量需求提高了10% 也就是需要更多時間做多一點事情呢 才會有大招 彈跟英雄 彈跟英雄呢 因為有兩種血量的關係 所以呢 我會直接講 加了多少血 不會說從多少改到多少這樣 Diva Diva的皇甲呢 增加75點 而小Diva的血量呢 從150 提高到175 Diva自爆的內圈半徑呢 從4公尺 提高到6公尺 外圈的傷害計算呢 則是從900到100 增加到1000到100喔 簡單來說呢 就是提高Diva自爆的爆炸判定啦 更容易炸到人 拳王 拳王的血量呢 提高75點 右鍵的火箭拳 最大傷害呢 從50 增加到75 撞了牆的傷害呢 從30 增加到40喔 整體的就是從80 增加到115喔 再加個爆頭的左鍵的話 就是190 變到225 女王 女王的血量呢 增加75喔 大招斷補的消血總血量呢 從60 增加到90 也就是 大招打到了45喔 再加上後來慢慢的消血量的提高 這樣 增加白血提高100 歐瑞莎的黃甲提高75 拉巴塔的白血提高75 萊茵的白血喔 提高50 黃甲呢 則是提高了25 錘子的傷害 從85 提高到100 衝撞的傷害呢 從225 提高到275 欸 不是欸 每個角色 最少都提高25點血 你一個錘子的傷害 只提高15點 但 有比總比沒有好啦 看來下個賽季 還不是藍贏的賽季喔 藍路盾的血量 提高100 席哥馬的藍盾 提高75點 溫斯頓 溫斯頓的白血喔 提高25點 黃甲呢 則是提高50點 左鍵的威力呢 從每秒60 提高到75 大招 磨呼呼呼! 每秒的40 呢 提高到50 剛求的黃甲呢 提高75點 札莉亞 唯一一個沒被加血的英雄 左鍵的粗度 1700 從0.15 增加到0.2 以上呢 就是坦克的部分啦 還更的上嗎 ok 我們繼續 接下來是輸出 首先輸出的被動被改了 除了剛剛提到的回血外呢 原本的擊殺獎勵被拔掉了 就是擊殺後會加快換彈速度的 取而代之的是呢 對造成傷害的敵人 敵人的治療效果會減少20% 持續兩秒鐘 感覺非常的強喔 尤其要激活坦克的時候 或是要抓輔助也會相對的有優勢喔 光是這個我覺得就對整個生態有影響了耶 OK 我們繼續輸出英雄 那因為血量這邊比較簡單啦 我就先來講 所有的200血變成250血 250變成300喔 比較特別的是 基本上就是 都加50血啦 有藍盾都加在藍盾上 像是星梅塔 而有皇甲的英雄呢 像是壁壘跟托比昂呢 這個呢就只加在白血上了 比較特別的是閃光從150提高到175 奪命女呢 從175提高到200 那以上就是血量的部分啦 接下來是英雄更新 艾希 應該說鮑勃 鮑勃 每發傷害呢 從14提高到17喔 每秒呢 就是從112提高到136 卡西迪 大招來對決 欸 初始的兩秒傷害倍率呢 從130提高到150 之後的傷害倍率呢 從260提高到300 回音 回音的巨能光速粗度呢 從0.2增加到0.25喔 大招複製 最大血量呢 從300提高到350 原是 原是大招揮到的揮動的恢復時間呢 從0.9秒減少到0.7秒 也就是可以揮得更快啦 算起來 應該是可以多揮兩刀喔 半仗 半仗的暴風劍呢 傷害從65增加到75 冷卻時間呢 從10秒變快到8秒 新妹塔 新妹塔的左鍵出租呢 從0.15提高到0.25 法拉 來了我們大改的英雄 首先 我們的火箭 火箭對法拉的傷害呢 從50%減少到25% 也就是減少火箭對法拉自己造成的傷害 恢復時間呢 從0.85加快到0.8 提高每發火箭的射速喔 並且提高火箭的速度 從每秒35 提高到40 增加命中敵人的機會 SHIFT 垂直噴射效果減少20% 並且冷卻從10秒變慢到14秒 但是呢 會恢復50%的燃料 新技能水平噴射會綁定在右鍵喔 你也可以改成按兩次跳躍使用 就是會水平的飛行啦 冷卻10秒中 1. 擊退 水平擊退能力呢 減少25% 範圍呢 從8公尺減少到5公尺 冷卻呢 從9秒加快到7秒 並且會額外給30點的爆炸傷害 大招 正義從天而降 會製作幫你把子彈重新填裝喔 最後是被動喔 我們的火箭背包 燃料總量呢 減少了20% 並且沒辦法在空中恢復 但是呢 速度提高了1倍 而且就算是在沒有燃料的狀況下使用呢 你也會有緩降的效果 就像是回音以及慈悲一樣喔 那在地面補充燃料的話呢 燃料可以存到200%的容量 簡單來說呢 這個改動呢 就是讓你不要專注在控制油量喔 並增加法拉在空中的機動性 以現在的法拉來說呢 可以飛到快2樓喔 但如果是這樣改的話 現在地面有2倍的燃料量嘛 然後飛行速度又提高了1倍 等於你有4倍的高度喔 當然啦 你也不會飛那麼高啦 剩下的燃料呢 就是讓你維持 或是進行水平的移動 把法拉玩家的專注力呢 改成要怎麼有效的移動喔 雖然對法拉玩家來說 控制燃料量已經是肌肉記憶了啦 以上呢就是法拉的大改喔 法拉玩家覺得怎麼樣呢 接下來是我們的輔助英雄 那輔助的被動呢 被搶走了 我們就改強一點 輔助呢 在沒受傷2.5秒後呢 就會發動回血喔 以現在來說是2秒後 每秒回15啦 大家可以抓一下那個感覺 OK 那我們一樣從血量開始喔 輔助英雄基本上呢 就是白血加50啦 比較特別的有 欸 知命只加25白血 柴牙塔 藍白血呢 各加25 接下來呢是英雄更新 碧姬 碧姬的普攻傷害呢 從35增加到45 物質 物質的苦無大小 從0.18 縮小到0.15 欸 沒有想到是苦無縮小之數吧 應該有人看到前面就會想到 欸 如果每個子彈都變大的話 那物質不是無敵了嗎 欸 不是放大燈 是縮小燈 還有呢 就是 雖然沒有改傷害啦 但是一發爆頭是12.5喔 兩發 帶不走一般英雄了 物質巴巴 露西歐 露西歐的擊退傷害呢 從25 提高到35 極的效果呢 提高12% 慈悲 慈悲的Shift 額外跳躍 也就是蹲下的大跳 以及跳躍的二段飛行呢 效果時間從1.5秒 減少到1秒 縮短飛行的距離喔 但她的補血被動 幫隊友補血可以回25%的血 提高到40%的血 莫伊拉 莫伊拉的右鍵傷害呢 從每秒50 提高到65 並且攻擊距離呢 從0.6公尺 提高到0.7 以上呢 就是輔助的所有改動 OK 所有改動就在這邊啦 這些呢 英雄改動應該可以改變整個遊戲生態了吧 到底是不是史上最史更新呢 雖然這份更新只是C6出來的 官方也沒有正式公佈喔 不確定是不是真的 而且呢 這份更新有一些數據是錯誤的 像是她把卡西迪寫成200血 法拉開大會幫你換蛋 這個也已經有了 但整體來說 方向又跟之前官方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而且這樣的改動呢 是直接解決被一發的問題喔 半仗一發 NO NO 奪命女一發 需要集滿100%才能300一發喔 再來還有輸出的新被動 讓自然量降低 可以解決補量太高的問題 說不定這次的更新真的會是個好更新耶 以上呢就是這次第九賽季的更新啦 再次說明 這不是官方正式的更新 有可能會改動或是根本沒這回事喔 然後新年活動來啦 有些活動獎勵可以拿喔 不重要 我比較期待的是第九賽季耶 不知道這樣大改的話 競技會直接開放給大家打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這條影片還是喜歡這條影片的分享伯伯 喜歡這條影片的分享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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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